不管什么 大家都不应该欺负人 更不能得罪人 谁知道得罪的人 下一刻会不会转运呢 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和平地与大家进行交往 未来才能成就大事 有些生肖 最近七天将会脱贫致富 过上了笑不拢嘴的生活 令别人得罪不起 数数的人 他们给人一种十分温和的感觉 做事情很细心 对人特别幽默 在未来的七天里 数数们获得了福星的照耀 令个人运势开挂 好像走了狗屎运一样 当大家获得了旺盛的运势之后 每一次的好机会都值得把握住 抓住了一份财运 才能令自己有了很多的收获 另外 现在打好基础 未来才能闯出更大的一片天地 另外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多多注重个人的交际圈 花点时间去经营自己的人脉 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请大家相信 有智者坚持下去就能成功 数数们很快就能通过个人的奋斗 成为自己梦想中的样子 鼠鸡的人 他们的五行是金 有机会获得火的帮助 催忘了个人的运势 在未来的七天里 鼠鸡的朋友们遇到了极为旺盛的运势 有了很好的生活 接下来 大家走了生财的大运 只要不放弃努力 未来一定会开开心心的 这段时间里 鼠鸡的朋友们获得了喜气与福气 令自己能够衣食无忧 请大家好好去锻炼身体 当身体棒棒的 才能积极努力地去生活 有能力去打拼 只要大家努力了 肯定会在职场上面鹤立鸡群 他们知道不打好基础 不好好奋斗与付出 是没有办法进入新的台阶 现在努力 未来才能获得更多的惊喜 数马的人 马尔门特别有能力 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最近七天里 马尔门的人际关系大好 并且获得了紫微星的庇护 这段时间里 好运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完全可以让马尔门了开花 有了这一份好运 马尔门做事情才能更加顺利 工作方面的表现不错 也得到了一些小成绩 在爱情方面 经过相亲 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每天都很幸福 属狗的人 以前过得怎么样都不重要 未来才是最关键的 希望狗狗们多多努力 等到自己付出的越多了 好运才能分分而来 接下来的七天里 狗狗们遇到了真正的惊喜 使得个人遇到了很多的好运 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 都能朝着预期目标去发展 是不是特别开心